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们这一讲就来讨论一下 我们数据库中非常重要的技术 所以对数据库有了解的同学可能也知道 就是我们index index是怎么来的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 我觉得它来自于我们的图书馆去 图书馆里什么样? 它一个一个的书架 几百个书架 里边放书 那你要找一本书,你怎么办? 那其实原来图书馆是你可以分卡片 这张卡片 这个是A大头的 这个是AA大头的 这张是AC大头的 这张可能是BA大头的 按一个顺序 CAA大头的 那你看你这本书是AA和AC之间的这么一个 那你就在这个卡片里找 如果说你是AC和B系的人 你就在这个卡片里找 比如说你想看咱们最新的这个视频 爸爸去哪儿? 那个BA的爸爸在这里 他应该在这里卡片中的某一个 那这里面会有条这个信息 说你这张光盘或者这本书 在第三个柜子 写第三个柜子 第五个小格里 在这儿 你就直接往这儿一去 就可以找了 这个过程我们在数据库里 叫IndexSeq 因为这东西是有序的 我们知道我们想要查 比如按书名查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书名 来Seq它 就很快 就几次就可以定位到 因为我们知道它什么打头 然后这个头的里面有顺序 这个一次次找到卡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就可以把这条记录 或者这本书给拿出来 那如果没有所以 我们现在是不是按书名查 我是按作者查 作者没有这个小卡片 假设这个图书馆比较差 我没有按作者做小卡片 那我就需要一个书架 一个书架 一个书架的看 看到这本书 把它找到 当我们不确定这个作者有几本书 那你就要都看完 你把这个作者的书都找到 这个过程叫TableScan 这其实还是官业型数据库里的概念 但是Northical里 我没发现它用什么术语 那它还是用这个 这个比较常见TableScan 这个翻译中文叫扫表 这个很慢 大家有时候就说看你分析查询 说这个查询扫表了 那知道这个慢 你要一本一本看过来 那其实介于它俩中间 还有一个东西叫Index 因为你的查询可能比较复杂 我不能通过这个有序的这个缩印 一下子就定位了它 然后找到这个具体的书 我需要把所引一下一下都找完 但所引这个比较小 就这么一些卡片 所以这个呢 要比TableScan要快 要比IndexSeq要慢 那我们芒果DB 是怎么来使用我们这个所引的呢 我们芒果DB通过Btray 来实现这个小卡片的 如果说以后我在麦子学院 开始数据结构的课 我会想一想那些东西 现在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来具体 讲它怎么实现Btray的 我们就直接看怎么怎么用Index 芒果DB中 还是芒果口端 db.collection name 我们先看这个collection 它有没有index 默认应该是有一个index 在id上 大家看到 我们其实事先没建的index 它自己给我们的这个collection 按id建了个index 默认的 因为这个index你还删不掉 系统不让你删 那我们现在想 查询一下 咱们按人名来查询 再按张三吧 先准备好这个查询 最终找张三 这些找到了 我们也不知道它走没走 缩影 对不对 怎么办 我们这样 点explan 大家结果不一样了 其实它在分析你这个缩影 这个查询是怎么做的 首先看它的这个第一行 它使用什么cursor 是basic cursor 其实这代表没用缩影 如果用缩影 它会是Btray的这个cursor 没用 然后看这条记录 这代表它它扫过 多少个object 就是我们那个 document 扫过多少个 扫了六个 代表它扫表了 因为我们table一共有六条记录 它把表所有都扫了一遍 它告诉你 张三找到了 这个说 其实这个说 连索影的entry 带着就是你小卡片上的一个记录 但你的这个 加上你这个 Btray的这个document记录 一共有多少 他扫了几个 也是扫了总共扫了六个 没所影就等于 这个index only 等于放这个 我们稍后再讲 这个总共花了多少时间 其实因为你如果数据少的话 你看不出来查询的时间 你没啥对比 都是零 你只能通过这个explain 你看这些值 你看它效率怎么样 它是不是table scan了 它到底去一道数据库找了多少次 那我们建个数据 它会有什么变化 怎么建数据 这个collection的名字 叫insure 就是说你一个type就好了 insureindex 怎么建数据 我想对name建一个数据 最常见我们得按学生名的查询 就是name 1 这就是跟我们原来学的那些update 什么insert 命运方式几乎一样 都是给它一个object 它就对name建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就两个了 就是按照这个key 它按照哪个字段做的索引 哪个field 这个name是指出这个index名 其实它是name1 我们都可以通过name建的第一个索引 这个有用 这待会儿如果我们想删掉它 我们就得用这个东西来删 当然可以不用看有别的删除方法 那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查张三会怎么样 不一样 还是explan 看我们的这个cursor 就变成了b-tree 我们用索引的这个cursor来做的 它只死干了一个object 因为刚才我说了 咱们这个索引呢 这个小卡片是有序的 其实你就有几个张三找到了 它后面如果比张三大 它就不用找了 对不对 这就这么一个张三 有序的嘛 它不可能还有张三放到后边去了 它只找这么一条记录 一个索引一个记录 就把张三大概找到了 然后这个就是说 因为索引是有序的嘛 它说你在索引中的那个范围 上接和下接 因为咱就通过名字来找 待会我用年龄来找一下 方便大家来看 这个index这个区间是怎么用的 那现在我们是name精确查询做了一次 我们再做个索引吧 我们做个复合索引 咱通过年龄和GPA两项东西 做一个联合索引 大家说你这个索引是有序的 联合索引怎么保证顺序 大家说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记录 我们结合这个记录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怎么见的索引 那如果对我们现在这个数据 它怎么见索引 它先按年龄排序 19 20 21 21 22 那19的GPA就一个 3.97 然后20 这是20岁 20岁的这个GPA就一个 3.3 在21岁的人 GPA有两个了 一个3.5 个3.97 先放谁 先放3.5 再放3.7 22岁的3.68 一句话吧 就是说它先按那个 你第一个字段排 第一个是年龄 排好之后 那第二个是顺序怎么办 再按你的这个 就是GPA来排 保证顺序 我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我想想查了 我怎么查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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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GPA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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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到两条记录 对不对 我们还是explain一下 先看刚才我们看不清楚的一个东西 这个索引的范围 因为我要小于22 范围就是在这个索引中的范围 就是从负无穷到22 大约3.5 3.5的一分一分 因为刚才不是保证一个顺序 你通过这个范围 你就可以在索引中定位 我们再看一下 他也走了索引了 Btree 然后他 大家可以看到 他找了 两个object 他只扫了两个object 他在索引中就定了位 他又知道只有这两个object 满足你 刚才看了四条索引的记录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不是画了那个东西 对吧 他是什么19 20 21 21 22 对不对 然后他这边又有GP 他这个范围里符合这个要求 因为这都有序的嘛 他一下就可以确定 只有这么四个entree 他在这里边查一下就好了 但这个例子其实不够明显 因为你在这个20或20岁的人多一些 他在这个里边才会再缩小范围 来给你保证一个 其实就是少的东西越少越好 你看的东西多 你就要反复访问自拍 你就浪费时间 这是个复合索引 我同时对两个字段 其实复合索引有一个很 以前我面试人的时候 我很喜欢问家的一个问题 就是 你现在不对年龄和GPA做了一个索引吗 那我单查年龄会不会走索引 这个我留作作业 大家可以试一下 看会不会走索引 然后如果说我单查 GPA会不会走索引 这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但我们刚才见的是 先年龄后GPA 我也可以先GPA后年龄 这件就是另外一个索引 它不同的效果 查询的时候 芒果DB会来想 我到底是使用哪个索引 但怎么看 芒果DB查询的时候 到底使用哪个索引呢 看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你索引的名字 刚才 students get index 你可以看到索引的列表 可以看到它的名字 然后因为芒果DB 这是正责表达式的这个查询 正责 正责表达式 它走不走索引 肯定是走了 但是效率是不同的 但是效率是不同的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以前的那个 试过的例子 我们查什么什么小 它会走我们内幕的索引 它是走了我们这个索引的 可以看一下 它是走索引的 但是它在索引中呢 总共是干了四个东西 然后三个object 索引中就定位好 index seek 我们就三个就三个性小的吧 它都被它找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查询 找某四 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它也是通过索引 就找到只有一个理事吗 这个是没有扫表 对吧 就通过索引就定位了 其实我们就通过这些值来判 它是不是扫表了 但是 它做了index scan 它把index给扫了一遍 它不是说像刚才那样 我只看了index中的部分记录 我就把它弄出来了 这次我把index全都看了一遍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只有一个理事啊 然后我要找出来 其实就是说呢 我们正式表达式查询的效率啊 是需要仔细分析的 咱们不能把它一棒打死 后来效率低或者效率高 这咱们要具体问题具体看 那我们这节呢 讲述的index就先到这里 我们后面 会有若干解继续升华index 因为它还有其他类型的index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稍微看一下 我们 这个google mongodbindex 它有好些的类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网页 我们btree的这个索引 只要其中一种 还有别的 然后这个curso explain啊 关于curso我们以后会讲 但是explan它的返回结果集 如果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去搜这个curso explain 拿这个整个这个运作关键字 然后它这篇这个网页它会 详细来讲explan返回的每一个值 它都代表什么意义 其实很有趣 有兴趣可以多看一看 好这样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